嘿,在家裡待膩了嗎? 對,我知道這真是個蠢問題 不過這是我的工作 去旅行怎麼樣? 就說巴哈馬群島吧 你可以在島上住一兩個星期 在海裡游個泳 你甚至可以帶上自己的住宿 沒錯,你要在你家綁上一些氣球 嗯,或許不是真的你的家 因為要花上超過一千兩百萬顆氣球 才可以拉起45坪的房子 不過你可以蓋一間 嗯,大約5坪的小木屋 這樣只要150萬顆氣球就能飛了 你一起來嗎? 好 但在開始之前 有些東西我們需要先搞清楚 氣球被釋放到天上之後 通常會怎樣? 大家看看喔 氣球越高 周圍的溫度和壓力就開始下降 不過裡面的壓力是一樣的 這會讓氣球不斷膨脹 有點像我 它會向上移動一到一個半小時 抵達8500米的高度 這只比飛機飛行的高度少一點 這時它會爆掉 碎片再一路摔回到地上 聽起來沒有很安全 不過我們不需要飛到那麼高 嗯,這樣好…一點 還有大約5%的氣球不會上升到足以爆掉的高度 它們在比較靠近地面的區域飛來飛去 遲早會安全地落下來 嗯,這聽起來好多了 而且這些旅行的氣球有時會帶來好消息 有個奧地利小女孩 在2019年把假期的願望清單綁上氣球 釋放上天空 氣球飛了超過2490公里 最後出現在俄羅斯 有位農夫發現它 也看了信 不過他看不懂 他只弄得懂這是小朋友寫的 他想辦法翻譯了過來 並發現這是一位名叫蘇菲亞的女孩的 佳節禮物願望 農夫立刻就知道自己必須讓她的願望成真 他募款幫他買了禮物 甚至設法找出女孩的身份和住的地方 他聯絡上女孩的父母 並請人在那特別的一天把禮物送去給他 噢… 一顆氣球能帶來奇蹟 不過處理150萬顆的責任可就大了 86年氣球節是個募款活動 舉辦地為惡害惡州的克里夫蘭 其目標是要用釋放大量的氣球到天上來創世界紀錄 他們想要釋放200萬顆 花了6個月辦理 活動開始前 許多職工花了很長的時間 幫所有的氣球灌氦氣 然後那一天到來 1986年9月27日 那一天的天氣不太合作 又冷又多雲 而且有暴風雨接近 主辦單位不希望一切都毀了 所以決定提早釋放氣球 那時只有準備好140萬顆 午後不久 雨開始下的時候 氣球釋放到灰蒙蒙的天空中 創下新的世界紀錄 彩色的雲填滿了廣場 一開始被風往北吹 不過雨變大之後 氣球被壓回來 風暴把氣球帶回城市裡 整個地區包括伊利湖都被氣球覆蓋 對每個人都造成了很多麻煩 其中有些落在機場跑道 所以必須關閉半個小時 導致許多延誤 有些落在地上 使駕駛分心造成車禍 掉到湖裡的那些被衝上岸 不只在克里夫蘭 連另一邊也有 在加拿大 因此你的氣球旅行得要很小心 為求安全起見 我們會選個萬里無雲的豔陽日 那就來準備吧 首先你需要幫自己蓋一間 五臟俱全的五坪小屋 廚房、臥室、浴室 然後你要做一張網 把你沖好氣的氣球固定住 最後弄來150萬顆氣球 和成堆的氦氣 開始幫他們沖氣 我得警告你 如果你自己來 然後沖一顆花20秒 那等到你全部沖滿 要花大約一年時間 而且每個禮拜都有一些會消風 所以你做完要大約 其實是永遠都沒法 所以找幫手可能是個不錯的點子 把所有的親朋好友和鄰居找來 出去認識新朋友 辦高中同學相聚 盡其所能 然後請他們來幫你 你花了一整天 和第二天早上準備好氣球 好了之後 只剩下一個細節 操控 如果風向改變 你需要像舵輪一樣的東西 來控制木屋的方向 找一根長棍子 放在兩扇相對的窗戶間 長度要剛好足以塗出去 兩邊掛上窗簾 然後在底部綁上繩子 你用繩子就能像風帆般控制窗簾 最後你準備好出發了 萬里無雲 風向東南 這會把你帶到你要去的地方 完美 天上不會有網路 所以要帶羅盤 地圖和降落傘 預防萬一 現在舒舒服服地 窝進你的飛行屋 你的幫手很快就會剪掉網子 氣球會把你帶向天空 有用耶 每過一秒 地上的人都越來越小 風景也很美 所有的辛勞努力都值得了 好囉 盯著外面看半小時就夠了 你只剩一小時 就會抵達氣球全部爆掉的高度 你要是不做點什麼 你就會快速回到地面 請抓個尖銳的物品 上去屋頂 你得戳破一些氣球 這樣才不會再往上 可是還是能維持住你的高度 別爆掉太多顆哦 因為他們還會慢慢漏氣 而且你需要他們把你一路 帶去巴哈馬群島 好 好了之後 回到下面 把窗簾張開 加點速度 你可以調整窗簾 來確保自己飛行的方向正確 現在那個也做完了 你又可以放鬆了 風速大約每小時8公里 所以你從佛羅里達 把邁阿密過去 大約需要花31小時 飛248公里 你現在進入旅程幾個小時了 你注意到風向稍微轉變 以這個比率 你會跑到大西洋 用風帆來確保航行方向正確 或是有個更簡單的方法 你只要移到屋子的右邊 讓另一邊減點重量 這樣一來 會讓房子傾斜改變方向 你基本上就是自己的方向盤 夜幕降臨 你設好鬧鐘 每半小時叫你一次 如果你想要方向正確 就需要不斷操控 30個小時後 你繼續接近 在下午終於看到島嶼 這時候 你漂浮的高度 也離地面不到366米了 這比帝國大廈的高度矮一點 因為你快到了 你爬上屋頂 準備降落 又一個小時過去 你抵達海岸 看到前方有個舒適的地點 可以降下你的飛行小屋 你開始戳氣球 小屋開始快速下降 你現在甚至看得到 盯著你的人群的震驚表情了 你跟其中一個人揮了揮手 你頭上還有數千顆氣球 這時你聽到房子 輕輕落在沙子上 你走出小屋 嗯 來杯清涼的熱帶飲料的時間到了 等等 那是什麼 一片大陰影穿過你 你轉過去 看到你的小屋和氣球高高飄浮 現在從你壓艙的體重解脫了 等等 我說改兩杯冰涼飲料好了 嘿 如果你今天學到了新東西 那麼請給這個影片點一個讚 並與朋友分享哦 這裡還有一些很酷的影片 我想你也會喜歡的 你只要點擊左邊或右邊 持續鎖定量生活頻道 有油影片 請給這個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